一會兒插髮條 一下忙著key資料 一天工時12個鐘頭起跳 還得隨時往外跑 拿著傳單 接頭巷尾的發送之外 還得跟各大樓的警衛 套交情開發新物件 穿著迷你裙高跟鞋 這樣得騎著摩托車到處跑 這房仲的工作可不輕鬆 通常都是一下進辦公室 一下就要去找客戶 然後甚至去跑銀行 跟袋數結卡 所以其實都一直進進出出很忙碌 當房仲業者這麼樣的忙碌又辛苦 不過現在就有房仲業者祭出 只要你離職 甚至還會送你5萬塊錢的離職金 有這種好事嗎 會啊 那就是一個月 不一定或許就做出興趣來 離職還有5萬可以拿 就讓不少民眾聽到了月月浴室 就有房仲業者大舉真才3000人 打出只要你做滿30天 不僅可以拿到月薪5萬塊錢 30天之後離職 還給你5萬元的離職金 加一加做一個月限領10萬 實在好誘人 條件只開出要畢業3到5年 沒有房仲經驗的新鮮人 難道不怕應徵者 只是想來賺個10萬元就跑嗎 沒有問題 他如果真的想這樣 因為剛講過了 我們其實對每一個 我們的招募師面觀 都有我們的 在面試上專業的培訓 特別是我們想號召一些事 他可能對自己 是不是做業務這事情 有點猶豫的 房仲工作辛苦加上政府打房 這一年來壓力超大 也讓業者祭出離職金 這樣的優渥條件來爭財 希望能多多招募心血 拼出好業績 記得零線流量跟台北採訪不到